日本最重要的攝影獎項 牧村衣兵衛獎 今年的得主是拍下了臺灣奇幻魅力的川島小鳥 四年前 他以攝影集《未來小妹》成功捕捉小女孩 天真可愛的一面 在臺灣和日本大放一彩 他受邀來臺灣辦展覽 因此愛上了臺灣 耗時三年往返 拍攝了七萬多張底片 川島說 融合各種文化的臺灣人 就像是天空的星星 每一位都是明星 而且川島小鳥即將在臺北開攝影展 他說 看展之前要教大家一句日文 已經懂得公大一把鋼琴的是攝影家川島小鳥 來到書店 左看看右找找 他要找難分享快樂的人 在臺灣的地方 因為我來臺灣 我來臺灣的感覺 非常有趣的感覺 所以我來臺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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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要告訴大家 今天我來臺灣的錄影 Long Stay最長一次三個月 學中文 講台語 環到牌下質樸無華的素人以上 在川島的眼中 他們都是明星 小女孩吃到布丁的 甜蜜笑容 或是男孩女孩 共享一塊西瓜的滋味 川島小鳥不只拍攝 台灣各地的人 還有動物 街道 山與海 在他的眼中 每樣東西都像偶像一樣 閃閃發光 這個呢 叔叔和犬 叔叔和 在家裡的時候 這個什麼 便利訓練 在外面 雑貨店的外面 在外面 叔叔和犬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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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享受台灣人 帶給他的溫度 川島小鳥 為了呈現在台灣捕捉的 每一個瞬間 攝影集的裝陣 也有台灣意象 拍攝 每個人都不同 但每個人都不同 一種的 螢幕 是很棒的 所以 我相信 也有色彩 穿到小鳥 被形容 擁有被信賴的力量 很多人在他鏡頭前 卸下心防 真情流露 或許就是 川島小鳥 對拍照的態度 讓大家成功感染 他的快樂